大家好,我是鸡大宝 今天我们再来挑战一下只收30万物资吃鸡的人物 上回咱们跳到别墅,EV3惨遭毒手 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而这局我选择了一波城的拳击管作为落点 相比起皮卡多,这里的拳击管肥沃程度相当 而且不会有很多人跳,还是相对安全的 好了,刚刚落地,几时开始 落地就是有把维克托,不过说实在的 自从短剑改版成使用9毫米子弹之后 我就没怎么玩过这把枪了 今天倒是可以好好玩玩这把枪 有个四倍镜,还算不错 再减少一把mini 还有战术枪托,不错 有了它后座里也会小很多 556的子弹也被落下 再拿上个燃烧瓶 当然,扩容弹架千万要减少 这可是短剑的灵魂 唉,时间到了 可惜这个一级头没减少 因为敌人随便摸一下我的头 我基本就抹得了 总之一剩就是咱们的全部物资了 不能说穷,但也和副完全搭不上边啊 唉,这里有个小人机想跟我们操作 满足它 补它的话肯定还是得用拳头 但要能省一点是一点 355方向还有枪声 满过去凑个热闹 清烟,看来这是刚打完 哦,他在舔包 估计这是个真人 所以赶紧补调 然后撤离这里 食料浮一去 深藏身余命 这就是我 呀呀呀,谁在打我 好,小子居然在楼底 靠反手给他来一趟 算你小子躲得快 咱们往后找找角度 嗯,露出了半个脑袋 一枪,两枪,直接抱头击倒 也就是我才能把短剑当成狙击枪呀 这专门打头你们是学不会的 诶,人去哪了 哦,原来是自己跳下去了 没事,直接一枪把他解脱了 这一波城应该是没人了 要是有人,反正我也打不过 还是先撤了 咱们这四号都是在皮卡托 搜得挺欢的嘛 难道皮卡托被他一个人清空了 不对,有脚步 哎呀,吓死宝宝了 依旧我是用拳头将他淘汰 嗯,最高楼楼顶有人 四号,你小心点 我现在帮你来几枪 这下应该藏了吧 四号,交给你了 漂亮 等等,窗口又翻转了一个 我也建议帮你们来上一枪了 人之一尽,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这就没办法了 成功扣死两名队友 怎么还是直接溜吧 接着去霍霍 哦不,去增园一号 咳咳咳咳,这个不算我霍霍他好吧 是他自己不争气的 问题不大,帮队友报仇好了 啥,这都不倒 你也吃个威修子 什么情况,都这么肉的吗 万万没想到呀 居然是个M24 我太难了 好,别跑了 帮你 帮你